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很多投资朋友呢在礼拜五收完牌以后 说很感谢我马老师 在上礼拜六我在全省的讲座里面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鸿海外资在11月份一直大卖 这个内容全省的投资朋友 你都是我的见证人 我在上礼拜所说的内容 甚至在礼拜五 你是我Lite8的好友 生活圈的好友里面 我们也在早上开盘前告诉大家 我说鸿海 礼拜五有没有 i10出货量缩减为一到两周 我说这对鸿海来讲应该是利多啊 可是为什么外资大卖鸿海 到礼拜四为止 外资卖了19.6万张 卖了206亿 我在礼拜五开盘前 在我的生活圈好友 Lite8好友 at Asia168 有没有 at Asia168 我告诉好友们这个讯息的时候 关键点在亮 i10的亮 鸿海 礼拜五还有回到平盘 结果呢 收盘跌一块半 为什么一开始跟各位讲鸿海 不是说印证礼拜五我对的怎么样 而是我在上礼拜六 全省现场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的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 有相信的 也有不相信的 相信的 在礼拜一 这个礼拜一 把鸿海五张卖掉 去买了20张的小吻帽 这个礼拜 快乐周末 我待会再去跟你讲小吻帽 就像投资朋友 你看到礼拜五的鸿海 收盘收最低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又可以担心了 是不是外资又在卖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甚至我早上 我还把很多重要的资讯 我个人的看法跟观点 剖析给大家 在礼拜三的时候 礼拜三 在我生活圈的好友 atasio168 盘中我说什么 来看大一点 我说礼拜三啊 他在出环球经 台胜科 中美经 还记不记得 礼拜三 你看看环球经 跌13块半 真的跌下来 6488的环球经 礼拜五又跌了6块半 是不是 台胜科更不用讲 礼拜三 请你避开的 你看看 3532的台胜科 礼拜五大跌5块半 礼拜三 122块半 在这里 122块半 到礼拜五 剩109块 我有没有事先说 连中美金 88块 请大家先避开 跌下来 对不对 你看中美金 礼拜五又跌了6毛 83块1 这些在我生活圈的好友 我每天都分享给大家 几千位好友 你都是我的见证人 那最关键的 这些请你避开以后 我们就像上礼拜六 全省的讲座 我把红海 外资为什么大卖红海 就像每一天 我在非凡频道 在盘中连线解盘的时候 很多真的是法人观点 市场私讯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礼拜五的望红 哇 有多有空 很多好友也在问我望红 在礼拜五的传声稿 最后一点 我还把望红的操作 告诉大家该怎么做 这些观点 我们做了很多功课 就像这个礼拜 大家看到3D感测 真的大涨 2405的号星 有没有 礼拜五的盘中 你会担心说 哇 马老师 他的成交量十几万张 会不会杀尾盘 我说不会 为什么不会 他是一个族群 3D感测 他是一个族群大涨 不是一只股票 你看看耗星 耗星涨上来 也涨了一倍了 105% 有没有 包含了3374的精彩 礼拜五又创新高 涨了1.1倍 113% 你认为涨很多吗 最重要的 什么股票可以帮助大家 我们每天花了这么多时间 做了这么多功课 礼拜四说真的 我在公司写稿 写到晚上12点半 这些内容 我们把很多股票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心思 告诉大家 好股票 你就是高出低进 高档外资在卖的股票 你就不要碰 就这么简单 我们要帮助你财富起飞 你看我今天的测标 怎么样锁定大厂的订单 去做翻两番 这是很有专业的一个技术 不是随便乱拆的 想想看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 在这个礼拜天 我要跟你分享 这是专辑 3D感测的领军标股 你不要再错失机会了 从11月2号 开始发动 突破一年半的大颈线 然后这个礼拜 耗星涨停 涨停 再到礼拜五 大涨 又涨了6% 你看看耗星 礼拜一还没有 那个观景币解禁的时候 就给你预告 还有两天 结果礼拜二 马上工涨停 礼拜三整理一下 礼拜四再涨停 礼拜五再创高 你认为他涨一辈很多吗 其实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也会很担心说 马老师 这些个股 有些投资朋友 你看我的节目 甚至你来会场上 10月份 11月份 你也来了好几次了 赚一点 赚3% 赚5% 好高兴 他拍手 马老师你讲得很好 我赚到价差 赚了一点价差 结果回头一看 一个月过去 回头一看 涨了多少 2405的耗星 涨了一倍 3540的耀月 你看 这一波涨上来 也涨了七成 为什么这么强 就像10月底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要复制台胜科的成功模式 我选定的不是台胜科 我也说过 这些股票涨三倍 涨四倍 我再叫你去买 我都买不下手 是不是 我会带着你 去买那种 大底五年六年 甚至十年 大底结构的股票 低档 买下去 大盘指数是27年半的新高 结果呢 台胜科 哇 转了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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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后面涨一段 多少 回头一看 3.4倍 环球金更多 5.3倍 你说环球金 礼拜三 我还告诉你 不要再追了 就真的回下来了 几千未来的好友 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 是不是 我告诉你不要追 有再调节 我又对了 那么你认为 5倍多的环球金 涨了5倍多 这真的很多吗 我跟你说 涨最多的是这一档 稳貌 从创历史新高 260 270 我就告诉你 这一段大涨上来 创历史新高 我买的 我不会有成就感 买对了 还可以再赚个几十块 但是买错了 你会骂我 骂我 可能骂我一辈子 这些内容 我都知道 我跟你讲的是什么 从上礼拜 周末时间 礼拜六 甚至礼拜一 我跟你预告 我们要锁定的 不是去买稳帽 而是跟稳帽 有做VCSEO 这个受贿股 3D感测的受贿股 买小稳帽 还记不记得 我们是不是买这个低点 然后把它放大一点 我说 他压回来 礼拜一压回来 回测到前一波高点 回测颈线 这个很重要 这个观念很重要 不是叫你去追涨停板 压回来买 这是哪一档股票 来我们看一下 3698的笼达 然后 礼拜二 攻到快涨停板 这是哪一档 3698的笼达 再来 礼拜四 有没有 礼拜四又攻涨停 12点过后 开开关关 开开关关的 后来锁涨停 锁了8452章 还记不记得 这是哪一档 3698的笼达 你对照看看 是不是12点半过后 开开关关 锁单8452章 这个礼拜 第二次攻涨停 我在昨天 我还告诉你 礼拜一回测颈线 还记不记得 礼拜一回测颈线 开始突破 上礼拜的高点 来 是不是隆达 看好 礼拜五 礼拜五 拉涨停板 这个礼拜 从颈线 22块1到 28块8 大涨三成 你对照看看 是不是隆达 在整个回测 颈线 22块1 涨到 礼拜五 28块8 你自己对照看看 3698的隆达 拉涨停板 28块8 6万2000张 我说过 我买的股票 大量 你要买个500张 1000张 绝对可以买 不要试价一下丢下去 照我的规划 分批分比 分价格去做买进 绝对买得到 第一个大量 第二个低价 一张1万多块 2万块 3万块 你绝对都买得起 大量低价 最重要的 不是有量有价 最重要的是 有爆发力 回头想想 马老师 你讲的 真的 你看到这一个礼拜 隆达 礼拜一 押回 上礼拜五 藏黑 我不是叫你藏黑 去追哦 押回来买 礼拜一 买 是不是 礼拜二 真的盘中 一度逼近到 快涨停板 礼拜四 涨停 礼拜五 涨停 这个回测 颈限 22块1 三成 这一段上来 三成 我还要印证什么 他这朋友 我们讲的3D感测 标古班 我说 但你看到整个 好心长一辈了 精彩长一辈了 这一档小文帽 是不是 隆达 恭喜会员朋友 尤其是在上礼拜 你在礼拜一 跟着我去换红海 不要说多了 五张红海换 二十张的隆达 那个时候 22块 23块 你买到现在 周末 笑嘻嘻 很多投资朋友说 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 一个礼拜 真的可以看到 三支涨停板 而且是这么大量的股票 隆达你看到 礼拜五的成交量 六万两千张 有没有 你再看到股价 拉回来叫你买 然后呢 22块1 涨到28块8 是不是 一个礼拜 30% 关键重点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说马老师 隆达会涨到哪里 想不想知道 隆达 再震荡洗盘 什么价位可以进场 可以做加码 甚至还包含 我说 真正涨的好股票 我们真的做功课 做出来说 大厂订单 翻两番 什么样的大厂订单 翻两番 第一个 还是锁定在大量 大量的个股 它的成交量 至少上万张 上万张 你要买个几百张 五百张 一千张 没问题 就照我的规划 分批分价下去买 第二个 低价 它的股价 绝对不是超过 50块100块以上 那种中高价位股票 低价股 50元以下的低价股 你买得起 很好买 第三个 最重要的是 要有爆发力 如果没有爆发力 我不会推荐给你 那更重要的 股票找好了 标的找好了 爆发力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请问 你准备好了吗 从药月 从稳茂 整个股价大涨上来 你再看到 这个礼拜 龙达 小吻茂的龙达 大涨30% 接下来 龙达会涨到哪里 甚至 我讲的大厂订单 单两班的个股 要不要跟上 在这一周周日时间里面 现场的分享机会 非常难得 如果你错过 礼拜一 才看到我节目的 直接跟上我的脚步 中厂的资讯 好好把握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洲之星 那么在这一周周末时间里面 为什么要跟大家现场分享 3D感测跟电竞运动的 受惠个股 马上到11月12月 要展望是未来 不光是第四季哦 明年能够大成长 甚至未来三年五年 能够大成长的 市场上有几个分析 可以讲出这些内容呢 我为什么在礼拜天 我还是要跟你分享 电竞运动的领军标股 你说马老师 不可能 怎么会有标股 你自己看到这一波 3540的药月 买进去 告诉你说 25块7附近买 到34块8 35% 那你说这边震荡 礼拜三的长黑 会不会突破34块8 我知道很多分析呢 一跌下来 股票又不讲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 从10月底 3D感测 再到11月 我讲电竞运动 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讲没有结束 未来三年 可以成长三倍到四倍 第一档 是不是五年大抵完成 药月买进 那个时候25块8 有没有 你看这个价格 25块8 然后 11月6号 拉回来 25块5买进 有没有 11月7号 回到25块7附近买进 你说不相信 马老师 这些股票买下来会涨吗 一直到礼拜三 34块8 35% 100万 35万 100张 91万 你一次一次看到 马老师好像 真的是很专业的技术 表演给你看一样 但是我不像别人 每天换那种 手上没有的股票涨停板 那对会员来讲 对我们自己的专业来讲 没有成就感 你看到药月 第一档买进 涨到34块8 35% 那种成就感 我还会告诉你 一档接着一档 我们之前所说的电竞运动股票 我说过 十年最好 第一档它整理会慢慢开始发动 有没有 礼拜五大盘指数没涨 涨3% 电竞运动股票 大元底的 有没有 大元底 我说礼拜一突破 上礼拜一突破 它的一个平台颈线 已经突破了 压回洗盘是买点 你结果看到 礼拜五 涨4.5% 还没有突破颈线 有没有机会 这就是告诉大家 你看到这些个股 真的一档接一档的时候 跟大盘指数有什么关系 五年六年 甚至是十年底部位置 大盘是27年 结果这些个股 它的产业开始要大成长的时候 股价竟然在五年十年的 大底刚开始发动的位置 是不是连技术面 我都帮你过滤好了 礼拜五一涨 我相信 下礼拜一供出去的时候 很多分析又都有了 全部都买在低点了 就像我讲三滴感测的时候 我们在当初推荐 全市场上 你看到 从八月底九月初 我在放空夜城 放空郁金光的时候 只有我在讲 跌到十月底 我说我空单回补 把玉金光夜城空单回补 锁定三滴感测 结果我又对了 一个波段一个波段下来 那个差距差得非常大 为什么在这个礼拜天 三滴感测 把这些领军的标股 给你进一步的剖析 领军股抓出来 不用在意指数震荡 如果说你是礼拜一 才看到我的节目 直接跟上我的脚步 因为在基本面上 我已经讲了太多太多了 你听不懂 或许你还在看 但是我知道 很多分析呢 看我的节目 都跟上来了 真的 每个都买在最低点了 这种内容 我还是要再给你强调一次 这些基本面的内容 我不是讲一次啊 我讲了很多次 我不想再一个个念了 这个念稿没有什么意思 有没有 你看我们做了多少功课 人脸辨识 有没有 12月 1月 三星 新手机一个个动起来了 最直接最直接的股价 2405的号星 礼拜五爆量13万8千张 我不是叫你这个地方才追耶 从这里 11月2号开始发动 这个礼拜一 还在整理哦 我跟你讲倒数 倒数剩两个 关紧闭时间 结果讲完就开始冲 全市场上 你又看到 Miracle 我说上礼拜上周六的时间里面 不管是台北还是高雄的投资朋友 你相信我的 听我的建议 知道说为什么外资大卖红海之后 把你的红海换到龙达 周末非常愉快 好好去吃个大餐 这些内容就像号星 我们在讲的时候 推荐给大家 不要说第一根涨停 收盘才13块6 涨到多少 18.25 涨到多少 19.95 再到礼拜五的收盘 21.15 一倍了 你看低档 13块多开始发动上来 10.55 涨上来 已经涨了一倍了 你不要认为它很多 当初我们在推荐低档的股票 你都不太相信 不要说你 很多分析也都还在看 涨三倍了 很多吗 涨五倍了 很多吗 我说最多的是谁 稳帽 那能够跟稳帽 做3D感测 VCSEL 这种属于垂直共振枪的面色蕾射 礼拜一 买小稳帽 涨停 有没有 再涨停 礼拜五 第三支涨停板 是不是股价 从井县附近买 上来 礼拜五 真的三支涨停板 我们的小稳帽 一倍 一倍 这个礼拜三成 你觉得多吗 会涨到哪里 这些领军的标股 3D感测 电竞运动 甚至我们讲的 所有锁定的 还有下一档 这种量大 低价 同时又有大的爆发力 要有办法翻两番 这种好的个股 我们是一档一档的锁定 你自己不要乱拆 所以我今天也没有绣图 那个字呢 我都已经打上去 也不会改 这种大厂订单 能够翻两番的 把握机会啊 不要说股价又大涨上去了 你错过了耗心 错过了精彩 错过了稳貌 这些大涨的股票 不要追 反而之接下来呢 下一档个股 我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周日时间 好好把握机会 如果你错过周日的机会的话 利用中场的资讯 直接跟上我的脚步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